字幕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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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爹王DIY日記 今天我們來看一個有趣的工作 工作就工作 會有什麼是有趣的啊 這一回我們要試著處理粉光的邊角 這有什麼好玩的啊 走 跟我們一起去實作練習吧 上一回我們練過了粉光對不對 這次我們來做這個邊邊角角的地方 當初立門的固定邊條還在這裡 這邊還有馬賽克 至於通道這邊一大片要怎麼解決 我們下次再說好了 我們先把那個固定條拿下 用Sender的時候啊 眼睛跟耳朵記得要保護好耶 不然其實還蠻危險的 這個門框固定片啊 其實在門立完之後 應該就沒有什麼大作用了 我們下一邊把它拿下來 一般會把這個門框的固定條啊 盡可能的埋在水裡面 但是我覺得目前這裡呢 也不是很適合這樣子的做法 這個門也不算太厚重 所以水泥固定應該就可以了 我這裡還有一些磁磚黏著劑 待會呢就直接塗在這個馬賽克上面 增加它的粗糙度 我們把磁磚黏著劑直接塗在上面 我這樣的做法主要是 第一個呢填平它的縫隙 再來的話就是增加粗糙度 我的計畫是磁磚黏著劑乾燥之後呢 接著在上面做粉框 當然以上都是我個人的計畫與想法 蛤你自己想的喔 現在呢要裝上水泥的收邊條 欸那是什麼 欸看過就知道啦 那是說水泥收邊條聽起來很專業的樣子 其實就是這個塑膠條 這個就是用在轉角的地方 有了這個之後呢 就可以輕易的做出90度與直線 我們在轉角多塗一點液膠泥 接著把邊條按下去就可以了 而更好的做法呢 是用雷射來拉垂直線 蛤更好的做法 那你為什麼不用啊 欸啊那個雷射太久沒有使用 目前故障中 晚一點再檢修 隔天這個膠就乾了齁 然後 來我們直接上粉光沙漿 經過昨天這樣子操作啊 上漿完全沒有什麼大問題 然後到這裡啊 唯一的問題就是 欸技術不是很好而已 蛤技術不是很好 拜託這是大問題好不好 哈哈哈哈 欸小聲一點啦 啊就自己的東西拿來練練手嘛 蛤又是練手喔 每次都用這個理由 啊不然欸怎麼辦 哈哈哈哈 這種邊角小面積齁 其實難度相對於整片牆來講 也是簡單多了 但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 是自我要求不夠高吧 不過你現在給他看應該也 也還差強人意啦 接下來啊我們要收窗邊了 啊這是要怎麼處理啊 動手就會了 跟我來吧 窗戶旁的這個收邊條啊 其實很早以前就已經買好了 現在就是把它填滿 然後再抹平就可以了 其實真的比較麻煩的呢 是立這個收邊條啊 但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呢 現在也沒辦法拍了 邊條立好之後呢 就像剛剛這樣子 把土呢慢慢的壓進去 然後抹平 然後咧就這樣子而已 其實這個不太會失敗啦 其實這個不太會失敗啦 只要邊條立好就好啦 你看這個慢慢的樣子就出來了齁 接著呢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現場呢 一點一滴的慢慢的完成了 那麼我們 來點音樂吧 接著呢我們就會看到這個現場呢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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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接觸電視